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明 就在今天6月14號 悟空的雙身造型 伏魔金箍來到了傳說對決 那麼這次的傳說等級造型 一樣是從王者雙身過來的造型 那因為王者又有悟空嘛 所以就是直接把王者悟空移植到傳說對決的悟空 看一下左下角這邊手周是特價840整卷 那麼看到了這次的出場動畫 我自己是覺得蠻帥的 這一隻手應該就是如來佛 要把悟空壓在五指三下 配合著西遊記的劇情 衍生出來的這個開場動畫 那這次的開場動畫也是有這個專屬的BGM的 不過我沒有辦法放出來給你們聽 因為王者那邊的配樂常常會有版權 那麼這個造型除了進場的時候有BGM 在遊戲音效上面也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等等記得要觀看我們的實戰解說 雖然手周是840點非常的便宜 但我還是打算用抽獎的箱子幫各位測試一下 畢竟主播我之前也是有抽箱子 然後以更低的價格買到造型嘛 那就看這次能不能再抽一個好價錢 那麼箱子的保底是65抽 抽到滿的話就是要花1300點券 這就是看你們自己怎麼去做取捨啊 這次主播就沒那麼幸運 直接抽滿65抽保底1300點 按照這次手周有打折840的情況下 我還是比較推薦你們就直接買 除非你們深信自己很歐洲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挑戰看看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我聽到官方那邊有一個報告 是說大家嘴上雖然常常嫌棄雙生造型 但是雙生造型來到台服 好像這個銷售數字都還不錯啊 所以官方現在才固定每個月都會上市雙生造型 只能說大家都是嘴巴不誠實 但是身體跟錢包都很誠實 畢竟雙生造型的CP值好像真的蠻高的 這次的悟空雙生我覺得做得還不錯 那趕緊進入造型公道博一起來看看吧 然後有個好消息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復刻了之前出過的所有吊飾 所以還沒有收藏到的粉絲們 這次你們千萬別錯過啦 那目前這些吊飾只有限量50個 所以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到底下連結有小明我的賣場 或是到我的IG首頁 也可以找得到我的賣場連結 像我自己都是把這些吊飾掛在我的鑰匙上 這是家裡鑰匙還有我的車鑰匙 或是掛在一些平常自己會用到的背包上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那就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去我的賣場看看囉 馬上來到了實戰的部分 這個造型雖然它沒有這個基地的加速動畫 但是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行走動畫 沒錯 孫悟空踩著金斗雲 傳說在傳說戰場上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1200造型一定都有的回程動畫啦 那麼它的這個回程動畫也是有 像它開場一樣的BGM喔 而且這次的回程動畫明顯 比某些1200造型還要瞎趴很多對吧 所以目前在這個行走動畫 還有這個回程推銷上面 我給的分數真的還蠻高的 那麼對於悟空這隻英雄來說 普攻的手感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畢竟悟空這隻英雄就是主要靠普攻來打輸出的 那麼這個造型的打擊回饋感非常的好 每一下普攻給的音效啊 回饋都是非常分明的 而且我覺得技能銜接過後的強化普攻 顯現出的那個紅色特效 也是蠻帶感 很有力道很有勁的感覺 那唯一一個我在玩這個造型有 發覺到的小問題 是悟空在每一下強化普攻後面呢 有時候會稍微卡那一下下 因為主播並不是很常玩悟空這隻英雄 我不太確定是因為這個角色 他本身就有一點普攻僵直的狀況 還是說是因為這個造型喔 因為我今天是錄了兩把素材嘛 我取用的是第二把 那在第一場我玩悟空的時候 我是出這個遊蕩血 那我在前期玩的時候 就覺得我的普攻非常的不順 那麼在第二把我改出攻速血之後 我感覺那個僵直的感覺好像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那麼其餘針對這個造型的手感上面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 再來是這個造型的遊戲內模組 我覺得真的是夭壽好看 真的超級好看耶 我覺得比上一次悟空的那個雙身 長得很像合金的那隻悟空 遊戲內的建模還要帥 我覺得主要是悟空他後面背後那四個旗子 讓他更有那種霸氣的感覺 那麼這個造型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 可以跟各位說一下 就是我在開場動畫的時候發現 他背後四個旗子齊天大聖 寫的呢好像是簡體字 雖然是潮血啦 但是還是看得出來那個形狀是簡體字的齊天大聖 那就代表官方這邊沒有把他背後的那個字 再重新的可能用繁體字去畫一個潮血的樣本 就是稍微的可惜一點 但其實也不是很影響啦 如果你沒有那麼在乎的話 剛好講到簡體字啊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令我比較迷惑的行為 就是現在有某部分的小孩子啊 好像會特別喜歡在自己的文案或是ID上面 打上簡體字 就覺得簡體字好像比較酷比較帥 好像漸漸的變成一種流行文化的感覺 我要先說我並沒有覺得簡體字不好 因為都是文字嘛 只是說因為地區不同 所以大家使用的字會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明明就是生活在台灣 從小也是學繁體字 但是你卻要刻意用簡體字 來取名字啊 寫文案啊 甚至發貼文 我就蠻不理解的 我相信我的觀眾一定也有我說的這種人 所以你們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特別想要用簡體字嗎 就我自己的感覺啊 我一個老人 看到這種行為 我感覺就是那種國中國小的網圈 好像把寫簡體字變成一種潮流文化的感覺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說一下你們的看法 那我們再看回遊戲喔 你如果想要買這個造型的話呢 我是蠻推薦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造型在各個部分都做得蠻好的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大絕施放過後呢 會有一個中國風的BGM 那麼我剛剛去了解了一下這個造型的一些背景 發現呢 他的這個BGM啊 好像是周星馳電影裡面會使用到的BGM 周星馳電影應該算是我這個年紀 或是我這個年紀以上的人同年的回憶吧 以前的電視台都很常播周星馳的電影 功夫啊 造靈足球啊等等的 不過啊 在我的印象裡 我是沒有聽過悟空的這個BGM 是周星馳的電影 因為我色月的電影呢 可能還不夠多 但我覺得 不管你有沒有看過周星馳的電影 這個大絕有一個獨立的BGM在呢 每一次放大絕就有那種磅礡的氣勢 氣勢磅礡的配樂 欸也是蠻屌的好不好 那真的要說缺點的話 就是悟空這隻角色現在不是一隻強勢角吧 應該說悟空這角色從以前到現在 就沒有什麼強勢過 畢竟是一隻比較靠運氣的英雄 但也不至於說到完全沒有出場的機會啦 你玩得好的話 多多少的還是有機會出場 但是因為悟空是講求暴擊率的英雄嘛 多少還是比較偏向後期的英雄 那麼如果在隊友不會玩 欸可能跟你一樣都選了那種大後期的英雄 那你們一整隊都是大後期的英雄 前期你們就爆炸了 那悟空撐不到後期的話 遊戲肯定是不好玩的 所以呢這個造型我還是比較推薦 欸你如果是悟空玩家 你可以買這個造型 那如果你沒玩悟空的話 這個造型就沒有到那麼必買的程度啦 畢竟悟空現在也不是TD的英雄嘛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造型公道坡的分析啦 希望各位可以幫我多多按讚多多訂閱一下 畢竟這個熬夜加班的主播是真的很累啊 但是我還是堅持呢 希望可以在第一時間為你們帶上最新的造型解說 希望你們也讓我明天早上一起床 在搭公車的時候 還有民主播影片可以看 讓這個上學的路途可以比較不無聊一點啦 好啦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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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